貼上小鬍子 以中心打扮 率性走秀 在龐克教母的伸展台上 肯定没有无聊两字 模特推着购物车悠游 或是无法驾驭超高跟鞋 叠个花容失色 但最多版面的是集体取牌抗议 为人权发声 Vivienne Westwood 于是长辞 享受81岁 但传奇不灭 她从未去美化学校 但从未成为名义 设计的衣服服装成为性战士 出生于二战时期 在英国小村庄长大 母亲在棉房厂工作 父亲休闲 Vivienne Westwood 原本是小学教师 直到30岁时 遇到了当时玩乐团的男友 出现人生转类点 替摇滚乐团 姓手枪乐队 设计服装 掀起龐克风潮 搞怪又叛逆 也能甜美浪漫 终于Vivienne Westwood 一个衣服很特别 它可以带着婚礼 甚至最可信任的女友 Vivienne Westwood 在51岁领取大英帝国勋章时 可是顶着恶魔脚踏入白金汉宫 更曾于1995年开着白色坦克 职工当时应向卡麦隆家门前抗议 为环保与人权发声不遗余力 经典土心环而坚与鲜花相伴 最时尚反骨的庞克奶奶 那无畏的精神将永远升职世人心中 我们可以终于瘦瘦 我们可以终于天堂 我们可以终于核心环境 很可信任的 很可信任的 她像我们的女王 三宁新闻 金水会报导